答案是不對的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揍他 為什麼要毆打Toys啊 你覺得他是故意到店裡面去照顧他嗎 為什麼要讓小孩去面前鬥手啊 你會後悔嗎 你會怎麼使用暴力 來示範一下我們那個 欸 曹哥那個出飯 我看狗廢有沒有測一下 我其實沒有任何感覺 你對台灣社會有什麼貢獻啊 那你先上去 我帶你就是要來紮成 可是我說你的魚肉很好吃耶 不好意思 我稍微收拾一下 沒有嗎 收拾嗎 好 沒問題 那 我犯到你 台灣人不是我覺得像你這樣 像你這樣 不用在那邊告罪例啦 是不是太不壞了 我在台灣也十幾年啦 那東西我也吃不下了 沒他 我用餐就什麼辦法 就只是說 華人 不要再吃了什麼 他以為很像華人來是 你會發號給他啊 講什麼啊 不是 仇仇是嗎 還是什麼啊 搞不懂啊 搞不懂啊 為什麼要吃個餅 可以吃個飯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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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XXX 劉穩健 旁白哥報報 超哥打TOYS 懶人包總整理 三分鐘看懂梁瓦虹怎麼結仇 本分局於1113年啊 1月20號 21次序啊 結果報案 在本霞延期街一帶的這個餐廳外啊 有人打架 經警方到場後啊 發現 流性民眾啊 頭部有傷 並且指稱啊 防性民眾 就是毆打他之人 是 還沒過年阿北出事啦 以何為規的43歲 超哥不爽美食公道伯 超哥廖小弟聯手爆打TOYS 頭部縫了十幾針 背部多處挫傷 TOYS要告超哥殺人未遂等四醉 梁子真的結大啦 你認不認 你有沒有做牌 有 欸 TOYS曾炸賭金旋風附了600萬和解封口 超哥卻要金旋風上YT 抖出來事情實沒 我覺得紅的都算還好 但是白的真的是狗的不是 接著TOYS開箱超哥的炸雞店 並意外拍到店員提油桶到不明一提進路邊水溝 當我看到這樣子很極端的言語說 連狗都不吃的時候 那一定是暴走 超哥舊恨還沒有消化完 薪酬又上門啦 TOYS帶著小朋友去超哥的新餐廳直播 超哥聞風感知要TOYS刺叫 來聽一下我們那個 欸 超哥那個粗飯 像狗肥羅車一樣 我其實沒有任何感覺 你對台灣社會有什麼貢獻 你擺跑就是要來炸成 欸我說你一點魚肉很好吃欸 不好意思 我稍微收拾一下 不用收拾一下 不用收拾一下 好沒問題 那繼續 我犯到你 台灣人不是 我覺得像我這樣 像我這樣 像我這樣 不用在那邊告罪例啦 你才不怕 我在台灣也是幾天啦 那東西我也吃不下了 你來打開我用餐就是辦法 只是說 華人 不要再扯什麼 哪有人 如果我們這樣我這麼接電的話 講什麼啊 你是仇仇仇是嗎 還是什麼啊 找不懂啊 找不懂 為什麼要扯 快吃個飯 oh no 欸後來的事情就是 只是來吃個飯吃到頭部血流囉 啊 什麼大奶館糞 郭鬼鬼說他早就動手過了 沒造成傷害 鳳梨餐一咖說 白目的NC要處理沒錯 但是有文化的八九 不會當JK人啦 超哥曾帶一千萬現金去買超跑 也炫耀過岳父曾帶調查局岳母 是三線二行退休警官 後台這麼硬鬥手就有恃無恐嗎 大家都是帶怕的人 一直踩一直踩 不會啊 一人做事一人當我們 揍耀他 理由不是什麼 答案是不對的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一定會揍他 三立娛樂新聞 超派報導 每次由電視 akan為四 rock 掌握 傲慢 格 枝 禁木 clip 好了 校 Bolt 肯